第十二题 欲如发现电磁铁与两个永久磁铁排列在一起时 磁力线的分布如附图所示 下列何者为磁极ABC珠的磁性 那么这一题我们要一个是要利用所谓的电流磁效应 用安培右手定则去找到电磁铁的磁极是哪一个 同时在利用磁力线的性质 如果两个磁极是相吸的 磁力线会相连 如果两个磁极是相似的 磁力线会分开来判断磁极应该是为何 首先看到电磁铁 这电磁铁的电流是从里面 荧幕的里面 纸的里面向外面朝下流 所以我们摆的是像这样子 所以看到我们的大拇指是朝的是右边 所以右边是所谓的N级 也就是C是所谓的N级 那么它跟珠是彼此相连 表示是互相吸引 所以珠就应该是S级 那么根据没有磁单级 我们的右边的C如果是N级 那么B就应该是S级 而B跟A的磁性磁力线是分开的 表示两个是相似 所以A也应该是S级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ABC珠的磁极的磁性为何 所以他问我们说下列何者为磁极 ABC珠的磁性 我们答案选的是C SSNS就是我们第12题的答案